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這一集是最終回覆大家的疑惑 昨天中國網紅Jack又拍了一支影片 但裡面完全沒有針對數據或是收據說話 畢竟他都燒了嘛,對吧 在我看來他的說法是黑吃黑啊 我先假使,即便是黑吃黑,那也是你們兩兆的事 不管你們兩兆誰贏或誰輸啊 或是你們兩方都輸,你們始終都是黑的那一方嘛 對吧,在你的邏輯層面來說 所以你根本也沒什麼力想說 哦,好像是這個黑吃黑,你沒有立場 但對於台灣人來說,你們黑吃黑不重要 錢最後是流入誰的口袋 收據等是誰給燒了 這比你們黑吃黑來的重要就是兩件事,對吧 但是你們利用愛心騙錢,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事 OK,我們現在就開始來一一解惑 在台灣開戶或是醫療簽證的問題有沒有走漏洞或是違法 首先我們看到最多網友留言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怎麼可以在台灣開戶啊 對吧,一定是有關係 或是台灣人幫你開戶,甚至是借你戶頭 這個戶頭甚至根本不是你自己的 這是最多人的留言跟疑問 那我這幾天有問了我在銀行工作五十幾歲的一個長輩啊 他說,只要你有理由長時間在台灣居住或是居留 是可以辦理戶頭的,這絕對沒有問題啊 不然他來台灣醫療簽證的這三個月,而且有需要可以再申請延長 如果他在台灣沒有戶頭或是銀行卡,會很難做事跟繳費 所以基於以上的理由,他是可以申請銀行帳戶的 你取得台灣的醫療簽證之前啊,需要在台灣有一個保證人 所以基本上銀行會讓你過嘛 所以結論就是他可以辦理,銀行帳戶沒有問題 第二點也是蠻多網友質疑的 他的錢是怎麼轉回中國 而他最近不是去日本玩嗎?那很多網友在質疑 你是不是去日本玩就只是為了把錢轉去日本 難道台灣政府跟銀行都不管的嗎?什麼洗錢法什麼什麼什麼的 OK,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首先,台灣跟中國比起來,台灣絕對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你匯出匯入的錢,不要到那種什麼千萬美金什麼證券 就是看著很明顯有問題的那種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證明 像他有個客戶前幾天匯了30萬美金給他在美國的女兒 那也就是寫了個理由,就匯出去了 那換算一下大概就是960萬台幣 那我們來看一下Jack 好,那在台灣我們假設給他匯個1000萬出去好了 即便他是一次匯出去的也沒什麼太難的問題,對嗎? 而且他也可以分批匯出啊 他在土耳其、馬來西亞還有東南亞那些國家 難道不會有他個人的帳戶嗎? 假使有個人的帳戶,或者是他在日本有個人的帳戶 那又如何? 同樣的人名,你可以證明 你在日本,你在馬來西亞 你在土耳其的帳戶是你本人的 你在台灣的帳戶也是你本人的 本人的帳戶匯到本人的帳戶 銀行核實之後基本上也不會問太多什麼問題啊 而且你這個錢又不是大到真的 在洗錢那種那麼難看,對吧? 結論就是什麼呢? 他可以匯出去方便且自由,這沒有問題 我們都知道中共國是有嚴格的外匯管制 你在中共國換匯啊 就是要一堆的理由跟審查 你還不見得換得到 就算你換得到說不定那個美金還是假鈔 我之前影片有揭露過一個中國女生去換美金 結果中國銀行給她的是假鈔 讓她去美國用錢的時候非常尷尬 OK? 但最後一個問題 中共雖然嚴格這個限制外匯 但這個限制是中國的錢不太能出去 但如果你錢是進來中國那我非常歡迎 現在中國非常缺錢對不對? 到處從百姓身上去耗錢 現在把錢動到了醫院身上 美其名是打貪啊 但事實上就是彌補中共的財政漏洞 從今年年初你們的醫保 不是看似是為了人民 看似是民掌按扁對不對? 所以我說了嘛 中共你要是為了百姓去改革醫療 那應該要先取消高幹病房 跟官員醫療金卡 中共最近在搞什麼抓間諜力什麼愛國法 防止外國企業之類的 然後你又大力的招商 快點啦外資趕快來啦 我這個有點難看 那一方面又要阻止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 一方面又禁止義大利參加一帶一路的峰會 OK 那我們來回頭看一下 中國網紅Jack是不是真的在河北的時候就非常窮了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來台灣可以申請一到三年的足部 加簽醫療簽證許可 包含醫療計劃保證書保證人 當然你在台灣必須要有個擔保人嘛 所以你如果在台灣繳不出費用來的話 或是你台灣回去啦 這些欠費怎麼辦呢? 在台灣的保證人是要幫你上後的 所以你必須也要給保證人一點擔保嘛 這沒有問題 那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呢? 河北的醫院必須讓你出院 那出院代表你要繳完費用嘛 你才能轉到台灣就醫 你有欠費的話 請問中國的醫院會放過你嗎? 雖然中國普遍大部分的病是非常花錢 但針對一些像是特殊疾病 什麼肌肉萎縮 或者是這個白血病 報銷比例是非常高的 像今年 中國好不容易花了二十幾年 跟外國的藥商談判成功 所以把這個 肌肉萎縮的藥 談到非常非常的低 對 這是我們台灣落後他的一點 但不代表我們台灣整體是輸的 所以我去中國的百度查了一下 報銷白血病的費用大概是落在 60-95%之間 當然具體要看你每個省不同的規定 像這個蒙古醫生他就說了 白血病可以報銷60%左右 如果4萬元以下的話 85%報銷 4萬元以上的話90% 8萬元以上人民幣 95%報銷 也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進行經濟投機 當然具體報銷還是要看 當地省事醫保規定 OK 那我們就抓中間值75-80%的報銷 如果你跟你妹有正常的工作 應該還行吧 再硬一點撐得過來吧 聽說你自己也是個老師 常常去東南亞突爾奇之類的那些國家 請問報銷的75-80%真的是負擔不起 像是有些中國網友就跟我留言說 他父母在中國癌症報銷比例 雖然沒有很高 但還是要繳7-8萬人民幣的費用 換算一下就是三十幾萬台幣 但他就是白天去上班 晚上去開網約車 而且他還沒有妹妹或是弟弟 哥哥姐姐可以一起負擔 那我不確定你是否為正式的中共國老師 還是你是流浪教師那種 不知道 就從目前你曾經在網路上公開的訊息來推銷 河北老師一個月的月薪基本為7400塊人民幣 換算一下就是三位1800多塊台幣 相信你應該拿的比這個更多吧 不然怎麼可以一直長期商業簽去他股 而且你還有妹妹可以分擔對吧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你還拿錢去救近你妹 當然啦 這個薪水31000出頭在台灣是非常低的 但是在河北這樣的收入 這樣的行情應該算還行吧 加上報銷比例非常高 一般白血病治療在中國花費落在20-60萬不等 但如果有骨髓移植的話 費用加加估計要100-150萬人民幣之間 我不知道你母親有沒有換這個骨髓 假設沒有換 那就是20-60萬人民幣的費用 那報銷就是80% 48萬 你看這裡就舉例啦 如果花費30萬人民幣的話 可以報銷85%的醫保 換算就是22.95萬元人民幣 那個人只要負擔7.05萬元人民幣 其中7.5萬元人民幣裡面的4.05萬元算規定販重的費用 除此之外 下面還有超過規範現起付的1萬元人民幣 也就是4.05萬扣掉1萬塊 等於3.05萬 3.05萬按照比例的50%給予補助 所以你可以補助到10525元人民幣 直到最後你可以報銷24多萬 個人只要負擔5萬多塊人民幣 這個其實已經是非常少 好 那可能有人會說 這可能是專門針對中國兒童的 OK沒關係 我還找了一個老人的案例 基本吻合嘛 他們也去河北醫院看病 去河北只會去哪 當然就是去白血病的權威 河北陸道培醫院啦 那我們直接來看最後一行 這名病患4年花了300萬人民幣 實際報銷了270萬元 剩下30萬人民幣自己付 4年30萬人民幣等於1年7.5萬人民幣 也就是1年自己付32萬台幣 如果你還有妹妹 甚至你也有爸爸 可以一起負擔的話 那這個費用 其實沒有很高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 這個費用真的是不小 但當初你也知道 在台灣公開募款是違法的 所以你利用別的方式去賺醫藥費 OK沒關係 但是說難聽一點的 你在中國的花費那是你家的事 到台灣之後 你賣銅錢 台灣人可以幫你 沒有關係嘛 但因為你後續賣產品媽媽 而賺來的錢 遠遠超過你在台灣的醫療費用 這裡不限於YT上的紛亂 還有私下的送錢跟銀行轉帳 肯定是超過在台灣的醫療費用 還有啊 最後的最後 你的那些白包的費用 假設你媽來台灣看病費用是150萬元 那即便你因為賣你媽的病 賺了200萬元 那剩下的50萬元 照理來說啦 應該要去幫助在台灣這樣生病的人 甚至你拿回去中國幫助你 跟你媽一樣罹患如此疾病的人 但你總是還要把你的開銷啊 附上收據 來佐證 取信於當初先相信你的朋友 對吧 所以為什麼在我們台灣看病 我們可以先看再繳費 而在中國要大部分都是先繳費才能看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的大部分的社會風氣 是我們可以先相信你的 對吧 所以你不能利用我們台灣人的這樣 然後把你中國那套帶過來 我相信你在影片中 誇台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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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太多了 你一定也知道吧 OK 即便這50萬你不太想捐出去 沒關係啦 你帶你爸去黑皮一下 你畢竟夫妻嘛 很難過嘛 老婆走了 大家都能理解 但你就不該公開的去做這件事情 非常的難看 我再說一次 你當初頻道會賺錢 會有很多訂閱的原因 是因為 大家同情你 而你媽媽真的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而且最後也走了 你是因為這個事情而紅的 那隨著這個事情的結束之後 他應該就要落幕了 對吧 但沒有 也就是你提供了這個所謂的價值也好 提供了這個所謂的賣產也好 已經結束 結束之後你就不該繼續再做這件事情 就好像我的頻道是反共的頻道 有一天我不反共 我甚至去舔共 我這個頻道還有理由繼續在那邊 趕快來donate我 趕快來支援我 我以前那些 因為拍反共賺到了錢 我還拿去這個想樂 我還拿去玩 這樣就是不對的事情了 你懂我意思嗎 還是那句話 你當初是利用同情 利用人性而賺到了錢 現在我們一樣用人性 一樣用同情 用道德 用情感的方面去要求你做這件事情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在這邊不要跟我說他沒有犯法 他沒有犯法 如果一個公眾人物跟一個網紅最低標準是 法律的話 真的不要做了耶 因為你當初也不是因為法律而紅的 不是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訂閱 拜拜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